近日随着电视剧庄台的热播 不仅是该剧剧情受到观众们的热议 就连其中的每个角色也是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关注 甚至某一配角的风头都盖过了主演张家义、严妮 该演员就是饰演巴叔的李承英 他将剧中一个爱多管闲事又古道热肠的事件 显然形象刻画的可谓是淋漓尽致火灵火线 与陈小依的爱恒纠葛更是该剧的精彩看点之一 因此巴叔也是受到了观众们的一支喜欢 甚至将他评为是该剧最佳男配角没有之意 据悉李承英从小就喜欢表演 1989年顺利考进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 由此便开始了自己最喜欢的演艺事业 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就已经兼职做配音积累经验 以至于经过多年的锻炼 他在上海戏剧界名气大增 配音作品也是深受观众们的喜欢 而电视剧庄台中的画外音旁白就是他 从1996年至今光他配音过的作品就多达四五十部 比如我们熟悉的《仙剑奇侠传》的《十长老》 《倚天屠龙记》中的张三丰 以及动画片《功夫》《熊猫》等 可见其配音能力有多强了 除配音外 李承英还参演了多部影视剧 《粉红女郎》中的《阳光》 《龙门镖》中的《年功全》等 之后也是凭借在话剧许村故事中的出色表现 在第29届上海白玉兰喜剧表演艺术奖中荣获配角奖 事业成功的他婚姻也是相当美满幸福 妻子是李承英的同事 国家一级演员 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教授刘婉林 因出演话剧OK股票 获得第二个全国五个一功臣奖 也凭借在该剧中的优秀表现 成功摘得了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 作为表演专业教师 他还培养出如今很多一线演员 比如徐珍 廖凡 余和伟 李冰冰 胡歌等 可见刘婉林的专业能力有多强了 这才是真正的逃离满天下 不仅如此 李承英是生活中的模范丈夫 将妻子刘婉林照顾得非常好 在刘婉林的眼中 李承英是个非常完美的丈夫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中 只要有他在就不会出错 外表看似粗犷的李承英 心思却相当细腻 还烧得一手好菜 堪称是刘婉林事业和生活坚强的后盾 而这才是一对夫妻GAL的状态 不知道大家觉得 李承英饰演的巴叔好吗